不管大家覺得這個動物 看起來到底是什麼樣的可愛 有人說不管你覺得它有沒有療癒 但是可以確定是動物的樣子 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圓仔 打貓熊以及小鴨 給人感覺就是真善美 人類就沒有這樣子的真善美 否則今年怎麼會選出代表字叫做假 我們帶大家來回憶一下 小圓仔成長之路 現在看到圓滾滾 隨便滾來滾去的樣子 真的很可愛 但是不要問及它還會再大 越來越大的時候 剛剛神道老說大家就不可愛 不曉得 還是你覺得它大還是很可愛 大家可以繼續觀察 來 出生就長這樣子 這個有看不太清楚 沒有關係 才15天大了 白色的毛已經長出來了 這是44天大的時候 眼睛慢慢睜開 好像會爬的樣子了 然後再來看一看60天 然後到80天的時候 要來逐步的長牙 然後120天體重 真是有重 3 公斤 那現在它是174天大 那陸陸續輪來看一看 接下來一直要到15個月 它才會斷奶 到18個月才會離開母親的照顧 所以只要180天的時候 就可以跟大家見面 就是接下來1月6號 你可以看到的圓仔 那麼接下來長到了 這個一歲半的時候 它就可以自己跟著媽媽 一起在那裡過活 因為可以自己好好的啃竹子 現在你看它抱著那個 那個紅蘿蔔 它不會啃 牙齒力道還是不足 現在還是喝奶 光喝奶就長那麼大 真是厲害 好 這是小圓仔 它是這樣長大的 但是我們來看看 那個黃色小鴨呢 黃色小鴨到底是打哪來的 大家只知道說 原創叫做這一位來自荷蘭的藝術大師霍夫曼 但也有人說很多人 大佬你小時候有沒有黃色小鴨 你這裡的年紀最長 所以要問你一下 到底多久前有黃色小鴨 我從來沒有看過 你從來沒看過 因為我們家很窮 比陳水扁更窮 我們家裡連藻噴都沒有 我拿來買了黃小鴨去放在裡頭 我從小從來沒有看過黃小鴨 是 是 我們是 有童年的小小的遺憾 我們從來沒有玩具的記憶 難怪你說你不要去看 黃色小鴨 黃色小鴨是國外來的 如果你推理到國外的話 其實很早就有了 那我在猜台灣的話 應該是四年級 五年級生 開始有黃色小鴨的一個概念 就是那個年代可能就有 鴨子陪著洗澡 要50歲以下 對啦 所以在場只有大佬願意承認 他是沒有玩過黃色小鴨的 我也沒玩過 你也沒玩過 我們以前沒有早食這種東西 好 雙腳劍 好 現在我們看到 黃色小鴨打哪來的呢 根據霍夫曼這邊的講法是說 1992年的時候 黃色小鴨原本就是浴缸玩具 所以很多人說 你小時候恐怕是有這樣的記憶的 但是有這麼一艘 載著兩萬九千多隻 塑膠黃色小鴨的貨櫃船 在北太平洋發生了船難 貨櫃就破裂 小鴨當然全部掉到大海當中了 跑哪去了呢 哇 15年後 小鴨隨著洋流飄飄飄飄飄 飄到大大 飄到美國的東部 飄到了英國的北部海灘 完成大概是三萬五千公里的長征 這成為海洋學家觀察 海洋洋流很重要的一個 實際的一個個案範例 所以這個時候 小鴨就跑到世界各國去了 然後塑膠鴨的製造公司 於是配合學者做研究 希望黃色小鴨跑那麼遠之後 到底他的身體有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於是懸賞一百美元 給發現鴨子的美國民眾 看看鴨能不能送回來 讓我們好好繼續做研究吧 繼續做研究的情況之下 現在因為當年那批鴨 收藏起來價值不菲 那有夠錢 那批鴨到現在呢 現在被了霍夫曼這位荷蘭籍的 藝術概念 概念藝術家把它給做成 好大好大一隻 他做的不只是鴨 還有兔子 其他的動物 好大好大一隻的情況之下 他說 想把小鴨 堅忍不拔的精神給傳遞出去 您看了黃色小鴨嗎 看了黃色小鴨 你到底得到是什麼 你知道原創者 心意在哪裡呢 叫做堅忍不拔 而且可以療癒人心 可以帶來歡樂 大佬 堅忍不拔 但是你剛說哪有療癒 你完全不知那一套 我想不妨我們本台派記者 去現場採訪一下 你去看 我看完回來以後 有沒有堅忍不拔 這四個字閃過你的腦筋 我認為Hoffman 他的東西大家喜歡 覺得可愛也就罷了 你不要一本正經 都要把這種堅忍不拔 這種道貌黯然的東西 硬是要講出來 我覺得這個堅忍不拔 大概距離大家的想法 我想是很遙遠 因為洋人看Duckling 都是覺得是很笨的 這所有小動物裡頭 其實鴨子是笨的一種 鴨子在從這個蛋子 孵化以後 你只要孵化的那一叉 你看牠看鉛筆 牠一輩子就認為 鉛筆是牠媽媽 你知道嗎 所以小鴨是以笨出名的 當然牠現在是可愛 我沒有意見 好 那就講到可愛 我藉這個機會向大家講一下 我們所有的動物 不管你是從很低等的魚 兩系列 哺乳類 所有你在胚胎的時候 都很像 都很像 要不然你去查查看 都很像 而且一點都不可愛 等到大家可以離開 媽媽的照顧的時候 也變成不可愛了 所以什麼時候可愛 就是你沒有辦法 單獨生活的時候 上帝就把你變得很可愛 因為你有很可愛的話 照顧你的包括媽媽在內 才不會丟棄你 所以這個可愛是有目的的 他上帝照顧的目的 對 我們剛剛開始的時候 四凱有講到 他的朋友韓國人笑一笑 我聽到 我全身一震寒讚 不是說今天天氣很寒 是 是 我這氣氣不肥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常常講 韓國人能 台灣人為什麼不能 韓國人笑一笑 我們就笑不出來了 有的時候我其實不 不排除我們台灣人 在很多地方 其實是有一點膚淺 有一點天真 剛剛師誠也講到 三個城市的遭遇不一樣 他都怪風 桃園有風 基隆有風 你是怪電線 史上第一次有線的耶 我想來想去 其實這個跟三個都市的 文化水平也好 你看天下文化常常評比這些 盛市長的政績 好像跟三個地方首長的政績 好像也有一點關係 政績好的 三顆星 四顆星的 比較沒有出事情 你看基隆的 市長的排名是 最後 從最後算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不無關係 所以我認為 我不是說在這裡吐槽大家 還有你講 韓國人說他們好像興趣缺缺 那講悶 你覺得韓國人悶還是台灣人悶 你到處跑 你覺得韓國人悶不悶 悶喔 他們不是發展得很好 我跟你講 我剛剛查了一個資料 不是為了這個節目查的 我剛好在寫一篇文章 韓國人的自殺死亡率 是我們台灣人的兩倍 我們的壓力 還有韓國人的民生痛苦指數 跟台灣人一樣 人家都不悶 我們悶什麼 對 他們的競爭 他們有這樣子一個 我們認為這幾年的表現 比我們好很多 當然就是內部很強大的 一個競爭力所帶起來的 這樣當沈醫師 沈大老講到這些 的一些統計數字 其實沒有說陸續這幾年 其實有看到這樣的數字的 但他們悶的情況之下 顯然試開 他們覺得不需要看鴨子 自有排遣之道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本來就知道 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嗎 還是今天來到我們節目 我告訴你才知道 他原始是這樣子的 這點我大概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我自己學美術的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在藝術的東西 美學這件事情 它很多時候 它不能夠用理論 你去判斷它 因為它是情緒性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看它過往的一個作品 不管兔子 不管其他東西 當它放在那一邊的時候 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你所感受到的東西 其實是不一樣的 當然就它的理論來講 從這件 這樣的事件來看 它確實是有那樣的 一個意涵在那一邊 它也希望透過這樣子 我們世界巡迴一趟以後 能夠把我們整個世界 大家能夠把那種 堅忍不拔的精神 把它組合一下 我覺得這是藝術家的一個概念 但是藝術家的概念 回到每一個人的感受度不一樣 老師的感受度 小胖胖反而言 都不太一樣 每人看的東西都不同 我自己在看法 因為我覺得這麼多年來 台灣最欠缺的叫做美學 而這個美學 因為你失去的 你看的都是數字 當你只會看數字的時候 你沒有美學的時候 你不懂得去欣賞它 好的到某個程度 也會變成不好的 再來一點 個性 老師也講說 可愛 可愛這個東西 那我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 台灣留學生寫的一個報告 就是說台灣的假可愛 也就是卡哇伊這件事情 是學日本的 他說我們自己的民族個性在哪邊 這是很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第二件事情 我們在探討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看這三個城市 我自己一直在長期在觀察 我說為什麼我們都會覺得 台灣黑熊 大家覺得不可愛嗎 為什麼 我覺得它有可能變可愛 我們怎麼講 我們應該拿日本 他三之十的一個觀念來看 你有沒有發現 日本人他到每一個城市 他都有自己一個 代表性的一個人物 再怎麼你覺得不可愛 他都會透過所謂 Q版漫畫的方式 變成很可愛 台灣這麼多的一個人才 我們怎麼可以隨便判斷說 台灣黑熊不可愛呢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人才 把它塑造成另外一件事 我記得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曾經花大權找了一個外國人來畫一個叫做台灣印象 後來畫了一個這個李小龍的招式還還記不記得 那件事情我因為那時候剛好在學美術 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就在講這件事情 我們應該回到底的是 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方式 不能只是老師仰仗外面人的一個力量 韓國的痛苦指數很高 但是講到文化他很驕傲 因為什麼他的騎馬大叔 大家你不見得會承認他 可是你知道我在秘魯 我在秘魯聽到他們派對在放這首歌 在跳這支舞蹈的時候 我會嚇了一跳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做到 還沒出去 對 重點在這邊 我們如何只是 我們現在所看到所有東西都只是內銷 他沒有做到任何一個國際行銷 你做的你做城市行銷 你是要行銷給誰看 外面的人看還是台灣的人看 還只是你只是製造一個商機說 你看我這個政府我們多會做 我們幫我們這個城市做了多少的光刻來源 但是你看到沒有這三個城市 它的正反兩面的一個東西 回到底療癒系療癒什麼 療癒是苦悶的心情 可是當它變成不是療癒系的時候 它變成是我們的負擔 是不是 所以這樣分析下去 我們就比較深層的來看 所以剛剛講到說 到底台灣的代表性在哪裡 那麼各個縣市首長 剛剛委員直到來說到 那個支持度跟這次鴨子的表現的好壞 在這似乎成 正比嗎 所以如果大家都是用短視的方式來看的話 人民的悶恐怕會更久 但是我們的政府的智商還是太多 我們不曉得 選舉年要到了 這個鴨子一來來台灣來趕了三拖 到明年二月初才會結束 那接下來明年一整年有圓仔 那明年這一整年它會長得很大很快 然後不可愛嗎 還是還在可愛的狀態之下呢 所以對於選舉有多大的幫助 我們真的不曉得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說到底看鴨 為什麼要看 您知道有那個所謂堅忍不拔的精神嗎 今天至少我們告訴你了 那看圓仔有什麼樣的效果呢 我們廣告回來再來帶你繼續聊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